鹿谷香农会105年春茶比赛成绩出炉 参赛茶农与地方民众所后在场 等待品尝特等头等好茶 并一赌今年上榜的得主 我们今年的春茶绞茶数量是6456 也就是说历年来最高的一次 每一次都突破纪录这样子 那我们就有绞茶 我们从65年到现在办茶展 已经是40几个年头了 所以我们农会对这个相当严谨 所以脚头的作业 包括刚进来是需要先抬啊抬轨 然后再经过取样 各方面都非常严谨的作业 本次特等茶王宝座 由学医返乡青年刘永成拿下 以分析茶叶氨基酸 化学变化方程式 观察梅纳反应的创新科技 烘焙出天然野浆花香不一样的好茶 压到群芳 你把干道鸡一把它烘下去 它从那个上面 从上面这个排风管排出来的 的那个气味一开始是非常杂的 然后我们必须把它把里面的杂气 全部都逼出来 逼到它很纯净 就是只变成一种味道的时候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那个红外线的烘焙 然后这些道理我把它理出来之后 那我就个人掌握这个机器的运用 议员张志明感谢茶龙们的用心 让路股好茶得以洋民各地 因此这次吸引相当多民众共襄胜举 要喝好茶好朋友 有好奇了 我们六国同学办第一比赛 这件听说有七千几个人来参加 这是我们第三六国 我们大南岛的一个盛事 我也同时 保佑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在中心台湾第一气味 尤其是六国地 是世界有名 我们把它做好 不要通透就对了 让我们六国的地面 顺劲到全世界 这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这会努力打拼 医长何胜峰邀请全国爱查人士前来参与 期盼借由竞赛 将路股好茶推广到全世界 民意新闻马严达 蔡隐杰 路股采访报导